欢迎收看股市招邀进 我是陈居然Jerry 让我带你在股市一起招邀来现行 好了 投资朋友几天不见了 就好是休一下特休 回南部看个棒球比赛 我相信最近这几天的行情来讲的话 大家直接看大盘日线图就知道了 如果你已经事先买好股票了 事先部署好了 这种行情 还需要盯着看吗 对吧 你如果在跌的时候 你如果在震荡的过程当中 你敢买股票 敢爆股票的话 这种行情你需要盯吗 你需要紧张吗 不需要啊 所以旧老师那一个 我相信那个慧远大家都知道 就好是回南部休假看棒球比赛 我盘中还是会发讯息 我们还是聊到最近的行情 它就是在我们原本的预期里面嘛 为什么 你往左看 一模一样啊 这个一模一样的手法啊 我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位置在什么地方 这里啊 这一天外资大卖222亿啊 我在节目上有没有特别跟大家来点到 我还特别的在当天的不公开影片 那个针对坐手控盘意图 告诉你说前一次外资也同样的在一根的长黑棒 重挫的长黑棒这里924这里10月30号大卖 你敢不敢买股票 你敢不敢报股票 这不是一样的手法 所以就好是可以直接就下南部 好 我直接下南部 看棒球比赛嘛 合情合理 因为我根本不用怕 因为这不是空头啊 我们看得懂 控盘者这一边来讲没有杀多意图 你为什么要自己发明 为什么说这边是头部 那个美国总统大选 对 美国总统大选现在发生什么事 连续涨几天了 美国股市连续涨几天了 上个礼拜你在想什么 我一直聊到 一直一直不断的重复 这张图卡 那个我的节目不只秀一次 回顾行情反思自己 同样的手法你为什么会上当 我上个礼拜聊到 游戏K棒啊 为什么你会上当 几次了 前一次是9月底 这一次是10月底 看不懂的人一样就是会上当 没有办法反思自己的人 下一次再来一次 一样会上当 我相信上个礼拜五来讲的话 外资卖超222亿 你有锁定我特制的不公开影片 我都把连结放在TeraCon里面 这几天我干嘛录 我休假我干嘛录 因为我的学员都知道 行情这边发生什么事 我们等的就是这种行情啊 我的会员敢报股票 相信我敢报股票 当然 行情今天来讲的话 往上拉嘛 就问你自己能不能看得懂 再来一次的时候 你会不会上当 10月30号上个礼拜五 跟前一次9月24号 一模一样游戏K棒 卖的都是200多亿以上 超过200亿 所以我上个礼拜五 节目直接告诉你什么 不是空方式啦 没有追杀啦 多方没有气熟啦 我的那一个 你那个YouTube频道 你自己去搜寻 外资大卖超过200亿的游戏 我的标题直接下标 外资大卖超过200亿的游戏 游戏啊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一模一样 重复的手法你居然会上当 你怪外资吗 你怪媒体吗 你应该先反思一下自己 为什么同样的手法 你们会看不懂 控盘者的意图 同样游戏K棒 我在节目上已经强调了 可是你就是不敢 这种行情敢爆股票 敢买股票 我干嘛紧张 这个礼拜我下南部 我就是看棒球比赛啊 而我的会员手上的持股 干嘛怕 我就已经告诉他们啊 没有杀多意图啊 今天来讲拉尾盘 对不对 外资大买138亿 来得及吗 你来得及吗 12973点 上市不是也是这样 看起来岌岌可危 不好意思啊 大卖436亿 这是220亿比上市还少 结果你还是不敢 看不懂 今天来讲拉尾盘 我的会员 盘后直接告诉他们 因为你没发现这几天 这个礼拜这样子 天天尾盘都是翘起来的 你没发现吗 我直接讲啊 这已经是尾盘 今天尾盘拉台 不是什么意外的事 这已经最近一再重复出现的习性了 我们在上周五就什么 不断的提醒 趋势 与趋势翻空 大跌与趋势翻空完全无关 市场放空的筹码集结 将对行情有利 回到我身上 你是不是现在你要回头下去看 噢 咖哉 幸好我上个礼拜我没有放空啊 幸好我没有 你最近这个礼拜 你不知道幸好我手中没空单 你是不是要这样子 尤其你做那个齐全操作更明显 所以我说看得懂行情来讲的重要性 在于大盘的暗示 你第一步你要先看得懂 大盘趋势你看不懂 你怎么买股票 大盘趋势你看不懂 那个外资卖超个几百亿出去 哇吓死你了 以为这边空头 幸好你没放空 呆一呆跳进去当养分 这昨天的行情拉尾盘 我们就聊到了 这是昨天盘中就好是回南部看比赛 我休假特休 盘中11点半 我还是告诉他们 这个走势怎么样 呈现官方资金介入的状态 行情的焦点仍有买盘在尾的力道 11点半 我的会员的讯息 这个是所有等级会员都收到的讯息 昨天尾盘拉起来 11点半的位置在这里 这是一天而已吗 今天拉尾盘 昨天拉尾盘 然后那个 礼拜 礼拜三 是不是往上拉 尾盘往上拉 礼拜 礼拜 礼拜二 尾盘是不是往上拉 礼拜一 我记得礼拜一有看节目 这个礼拜五就录两天而已 今天礼拜五 前一次你看YouTube公开的节目影片来讲 就是礼拜一 这个应该很明显 我节目上就已经秀出了我的口信了 好不好 你会员应该都看得到那一个讯息吧 每一天的不公开影片来讲的话 我特别聊到 因为我该讲的 已经讲了 我休假 那几天连续涨上去 那个盘太一模一样 我干嘛脱墙 一模一样的 我顾好我的学员 我顾好我的会员就好了 那你们不是我的会员 不是我学员的 不好意思 我休假我无法顾及你们 但我已经在 上个礼拜五 我已经在这个礼拜一 就将控盘者的意图 在Telegram裡面 我备份影片都在Telegram 你们自己看 很多朋友 幾位lighter的朋友 10个 10个我再算10个左右 10个 10个21个 对啊 老师为什么没有影片 我都已经讲完了 日线图往左看 答案那个手法一模一样 上次这样子下 先卖个436亿 后面来讲挑战1万2 挑战1万3 这一次卖个222亿 比上一次还少一半 也是一样挑战1万3 你都是被那个长黑棒也吓死了 前一次什么 哇疫情反扑啊 川普确诊武汉肺炎 很吓死了 结果挑战1万3 这一次哇长黑棒啊卖超啊 后面来讲的话 哦那个美国总统大权怎么样啊 动荡啊 不好意思还是挑战1万3 我希望就是这里来讲 我绝对不是在揶揄大家 我只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同样的控盘手法 不到两个月一模一样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模一样 一个月左右而已哦 一模一样的手法同样都是 卖超给你看 而且破季限 跳空耶 你有看我的那个 做手控盘的 那个意图的 不公开影片来讲 我已经聊到了 那个缺口会不会回田 会不会啊我已经讲了 上个礼拜破缺口 这个礼拜回田正常 日线图往左看 上个月不就一样 来所以 大众资讯轻易可得 但是怎么样 很难成为做手的 真实的意图 你唯一只有从做手的意图 下去看行情 你才知道行情会怎么发展 发展 而不是是追的新闻媒体 不是查那些公开的筹码讯息 回到我身上 我相信你有看我的节目来讲 上个礼拜来讲的话 我的LINE AT 好我就谈到 好几位网友 外资加码T50反一 不好意思 一个礼拜的时间 T50反一又破底了 我上个礼拜 在节目上告诉你什么 外资加码T50反一 这个东西 是它的诱饵还是本金 你如果手中 你如果口袋里面 你的钱包里面 有一千块 丢个十块钱进去 十块钱掉在地上 你都不一定会减 那个概念是一样的 一千块 十块钱 你一千块的口袋里面 你钱包里面有一千块 拿个十块钱 捐给爱心 那个爱心捐献给路边的那一个游民 你会不会做 会 你会不会很心痛 不会 外资买T50反一 就像你钱包里面的一千块 只丢十块出来 但是他什么 丢十块出来当诱饵 他要的是什么 很多人看不懂行情的 以为 外资加码T50反一 然后呢 跳进去报空单 后面反嘎空 你的本金变成他行情的养分 我希望就是说 这里来讲的话 这样的控盘手法 都已经不是第一次 而且就是说不断不断的在发生 甚至就是说股票的操作来讲的话 我在上个礼拜也直接的告诉大家 因为我这个礼拜我就录 今天是第二天的录影 我中间三天去看棒球 我下南部看棒球 你是球迷的话 你看一下新闻 现在中华职棒在打总冠军赛 虽然我很希望在这里说统一是总冠军 但是我不能在这里讲 但是我该做都有做 我先问一下已经告诉大家了 来 你现在要操作的是什么 你在这里操作那时候行情跌 大盘跌 外资卖超 我告诉你什么 你要操作的范本 股票的范本是什么 多空交替的格局 我告诉大家什么 2454联发科 为什么 他现在走的就是在一个多空交替的过程 你现在找的是他多空交替的过程来讲的话 借入买他 然后抱他持有他 然后多空交替那个主体的循环完之后 拉起来的时候你才能获利 我上个礼拜讲了多久了 我没有讲吗 IC设计的现行 我已经不断跟他强调两个日期 8月20号 大盘 当天暴跌600点 盘中大跌 暴跌超过600点 但是在那个大盘的布局暗示是什么 外资的意图是什么 虚间藏黑的布局 9月25号大盘跌势断点盘 我问你敢不敢买 我在节目上已经讲得非常白 我的高价股 操作高价股的会员来讲的话 因为操作高价股的会员一定是相对 比较有一些资金部位的 他超过500万 我一个一个打电话 在这个位置 我相信9月底你看我的节目 我天天跟你强调 8月20号 9月24号 8月20号 9月24号 你觉得我不会买喔 你觉得我不会带会员买吗 居老师有比你笨吗 不然我在节目上 每天讲每天讲 我在讲什么的 当然啦 联发科我们已经获利了结了 短线 因为我已经聊到了 多空交替的下面来讲的话 在这个部分 我们针对高价股的操作 居老师是什么 先做一个多空交替的一个主体 拉起来先获利了结 所以怎么样 在这个震荡的过程 我们就像这一档8299的群联 一样也已经获利了结了嘛 虽然基金来讲 有在往上爬 创新高 创一个反弹的高点 但我们就获利了结 这边来讲的话 25%不过分吧 这种你要在这边敢买啊 这边来讲的话一个礼拜的时间啊 没有涨啊 一个礼拜的时间 甚至大盘 啪啪啪啪啪 别给你看啊 这边9月25号嘛 虽然不是最低点啦 这一档群联来讲 在这一天拿起来 买的不是最低点 后面的行情也没有太好看 可是你知道个股它是干什么 多空交替格局 我上个礼拜的节目包含了 这个礼拜一文奖很明白了 你这礼拜看到如初一册 相同走法相同现行的是什么股票 国据嘛 我没买的股票 我就是没买 我没有操作国据 我没有操作国据 那你看一下国据的现行 这边最低点 大盘9月25号叠式断点盘 藏黑棒 大盘8月20号 区间的布局藏黑 你都在这两天 完完全全的看到不敢买 完完全全的看到以为空头走势 这是买点还是卖点 这是买点还是卖点 我们在这里啦 回顾行情 反思自己 我刚刚图卡秀给大家看 这件事情来讲 我在节目上不是第一天 这档国据我没有买 我有买的股票我就会讲 没买的股票我把它拿出来 因为他的走法 跟我刚刚所聊到 我们真实有带高价股 会有操作的联发科 群联 一样的概念 但是你必须要在这里你敢买 因为这里来讲的话 大盘是怎么样 动荡的 难道你是在看到这长虹棒起来追吗 你看到长虹棒拉起来追的时候 今天这个黑棒 你要怎么办 你如果没有观念 你绝对是追长虹棒的 你如果是追长虹棒的 你遇到黑棒 或者是明天来讲 在这边震荡的时候 下个礼拜一不好 下个礼拜一震荡这样子 你还是一样 胡乱砍 不晓得该怎么办 当然那个国据 然后就有 华兴科2492 一样我也没有买华兴科 因为我带高价股的会员 操作是IC设计 跟什么 半导体设备 好不好 一样2492 华兴科 9月25号 那这里 8月20号 你要敢买在这里 不要说这里 这里几年黑 六年黑 六年黑 你说你敢买 老师我敢买 太夸张了 这里平台整理的时候 你敢不敢买 这是什么格局 在这种过程来讲 我已经聊到 我上个礼拜 已经告诉大家了 我礼拜已经强调了 我会操作这些 操作那些股票的概念 是多空交替的格局 甚至我在那个主体的过程 我们进去报它 后面来讲的话 拉起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获利了结 准备要等待获利了结时机的 难道你是这个长红棒追的吗 2492的华兴科 当然你的老师如果带你在长红棒追 那就悲剧了 当然你自己如果看到 华兴科长红棒 那个被动元件 哇 拉起来追 不好意思 那最近来讲你又不晓得该怎么办 这是多空交替的格局 后面来讲 如果不是进入一段的多方式 你在这边来讲的话 又要进去就是什么 挨过那个在整移的阶段了 范本我都已经讲好了 礼拜一的节目我都有讲 这是什么 力望 都是这样的概念 那你在这个过程赶爆 后面来讲拉起来 粗 难道你又看到长红棒 拉起来了 我确定拉起来了 涨了长红棒追在这一根 后面这一边来讲的话 你能够等到这一边的四连红吗 你是要骗自己还是要骗别人 我绝对是要告诉大家 一个操作的概念 上个礼拜我跟大家来聊到 脚踏车嘛 卡达车嘛 对不对 9914的美利达 YouTube频道都有 我告诉大家什么 你现在10月份 你就是要找什么 多空交替的格局的股票 在这个冲洗的过程 你买它爆它 后面来讲的话 多空交替的循环拉起来了 就是你什么 获利了解的时机了 我直接讲 你看我的节目 你在这里没有买 巨大吗 这边不是有长红棒 老师这边又洗洗洗洗 后面来讲的话你又错过了 一定又错过了 你一定又看到 欧美党长拉起来的时候 又开始追了 一定的 都是这样子 你都会去追那个 拜登当选 太阳冷会很好 你一定都要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想的 那些新闻媒体都有报导 对不对 原金 最近来讲的话陷入整理嘛 对不对 一般的人一定是买在这里 一定是买在这里 不然就是买在这里 你买在这里来讲的话 难逃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冲洗 那你买在这里来讲的话 一定是什么 这几天来讲的话 你可能就自杀了 就好像你习惯去追强势股 我已经 9月份我已经强调这件事情了 你习惯去追强势股 你习惯 我操作股票就是要买强势股 对 所以你在最近这几个月来讲的话 绝对赚不到钱 为什么 一根红棒起来 马上打下来 我就 这是原金啊 我把原金的现行 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件事情就好了 一路这样走 你那个追在红棒高档 陷入整理了 现在来讲 又往下破这个区间了 你是买在这里套在这里 比较危险还是像 你买在这里没有涨 是比较危险 哪一个对你来讲风险 或是后面的比较有机会 回到我身上 所以我一直聊到 我在行情这里来讲的话 我不会 你很明显可以看到我9月份 8月份 尤其是9月份10月份 我开始在强调一些的概念 所谓专业投资人的一个 思考的模式 就是所谓专业投资人过滤 资讯的能力 所谓专业投资人应该要去分辨 做所控盘意图 包含了什么 大盘的格局 股票的格局跟形态 而不是去看那个表面的涨跌 我从9月份10月份 前面的两个月 我在节目上拿了多少例子 就说告诉你什么 一万一支投信 两大法人买给你看 好苍红棒追 打下来 套到现在的 我一直聊到 大部分的人 应该说股市里面 90%的投资人 没有这个多空交替的概念 大盘的格局如此 股票的形态也是如此 所以很多人就是 不是多就是空 所以很喜欢看到涨的时候 以为他是多 多方式多投格局 他以为我涨了一根红棒 我追进去 明天如果锁涨停 我多赚10% 第二根涨停 20%了 第三根 我可能一个月不用上班 很多人都会这样想 大部分的那一些的 我不想说诈骗集团或是什么 如果他不具有分析师资格 如果他不是在投雇公司 地下金融或什么学院教练之类的 我要告诉大家 不要说别人骗你 你先思考一下自己 你面对金融市场 面对股市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态跟态度 什么样的心态跟观念 我聊聊 我这些时间 我最近这个 我的公开的解盘的文章 我在我的那一个 所有分享的资讯里面影片 都跟大家聊过这句话 短期的修正与中长线的趋势翻空 是完全不同的两码式 但一般的投资人 偏偏一般的投资人 就喜欢看到外资大卖 外资卖200多亿 很多人觉得空头沙多 外资200多亿不是沙多 老师 散户早就死光了 你现在回头来看 买点还是卖点 对啊 这个礼拜涨起来了 上个礼拜看到那一个 老师 外资卖超222亿不是沙多 对你在笑吗 你现在回头来看 一个礼拜过了 几天一个礼拜几天 五个交易日 幸好你没放空啊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这里来讲的话 我一直告诉投资人就是说 你面对股市面对金融市场 你拼的 对你有本金 你拼的是你的本金跟机会 我说我这里来讲的话 我不想就是说 你觉得在金融市场在股市里面 那你有本金跳进来就 直接20% 30% 100万变200万变300万 然后就变1000万 这么容易 这么容易大家都不用上班 老师干嘛坐在这里 我告诉你是什么 第一个 建立起来你先有的观念 你没有观念 就好是带领你 你知道说这里来讲的话 外资的卖超没有沙多意图 你该买股票 你手中的持股 看好应该要爆出 专业投资人在这里来讲的话 跟最底层的一般投资人 最重要是什么 面对资讯思考的能力 这个资讯要代表什么 又包含了什么 每一天我们大家有眼睛都看得到的 外资投信三大法人的买卖超 如果你还没有办法 借掉那个外资加码T50反一 外资大卖 这里来讲的话 美国股市怎么样 对一个礼拜的时间 这样子的控盘手法 一个月前就发生过了 今天这个节目来讲的话 我的节目就叫股市造妖镜 回到我身上了 我的节目就叫股市造妖镜 我希望就是说这里 我不是要做揶揄的动作 而是我希望就是说 这个节目的名称 我再提醒你 行情会有一个结果在那边 呈现在你面前 你必须要能够去回想一个礼拜前 半个月前 一个月前 两个月前自己在想什么 那时候市场上面的许许多多的资讯是什么 你是不是经常因为你自己肉眼所看到 直觉所想到那个预期心理 然后认定台北股市会发生什么事情 一次错 两次错 三次错 你如果一次一次再一次重复都犯同样的错 那股市对你真的是危险的地方 但是你如果愿意去反思 让一个真的能够告诉你 行情这边在做什么事情 股价 大盘 趋势在做什么 该买的时候 该报的时候告诉你要报住 该买的时候要敢买 你是不是就有机会去避掉很多冤枉路 时间的关系 最后面跟大家聊一个 聊一个族群好不好 我相信上个礼拜你有看我节目来讲的话 8046南电 他在做什么 我节目已经告诉你了 你要找的是多空交替的格局 所以你不会追在这一边 你不会在这里胡乱的 你在这边有持股 你不会胡乱在这边乱砍 因为我节目上已经告诉你 即将进入多空交替 多空交替的时期 它会有一个足底的过程 那那个过程来讲的话 第一个你手中有持股 只要你不要傻在去追高 不要傻在去追高 你要能够熬得住它的震荡的过程 多空交替的过程 最怕的就是你胡乱杀低 看不懂控盘者的意图 我已经讲到了 那个PCB三雄好不好 金像电 因为我讲的是什么 大部分长红棒 一追完就直接这样子了 那你如果知道这档股票 PCB三雄来讲的话 进入的是多空交替的格局 你会不会停看听一下 你会不会从大盘的意图来讲的话 去看一下 什么时候应该有正确的买点 或者是是不是应该 还要再去介入他们 因为这三档股票是明星股票 大家都知道 而且是曾经有一段 非常不错的表现的个股 我希望这里能够找得到 认同我理念的投资朋友 在这边聚集 所以我的频道需要大家来 订阅按赞分享 我希望就是这里来讲 聚集的朋友越来越多 我会分享一些 投资的观念 那个分辨市场资讯的一些观念 包含的这边来讲的话 越来越多的投资朋友 会在我的LINE AT去反映 就是说 我的之前的操作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当然你如果要跟我分享一些 其他老师 或者是其他你在金融市场 遇到的一些的疑问 欢迎留言 我基本上来讲的话 大家的留言 我会把它集结成 我会集结成一个主要方向的问题 然后在节目里面 分享给大家 你这边来讲的话 有这样问题的一个朋友来讲的话 应该如何来思考 最后祝福大家 周末很快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